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他今天公佈了第一波的內閣名單 就這個現場 大家都看到了記者會 維漢帶我們來解讀 其實一點都不意外 我們今天更感興趣的是 會不會緊接著第二波當中的 國安鐵三角 現在被形容三個字叫做 老 綠 毒 最後會不會淪為 小圈圈裡面找人才呢 好 那之前我們講 這個國民黨交給民進黨 那段期間很多老男 男 現在有老綠毒了 我們要解讀 那觀眾朋友因為呢 馬英九 錢總統跟習近平 今天下午四點多 就在人民大會堂 看起來應該是福建廳 不是台灣廳 二次的見面 所以觀眾朋友 這是4月10號 禮拜三 原本大家傳出說 我們的內閣團隊的名單 不是禮拜五才要講嗎 今天拜幾日 今天拜三耶 怎麼會搶在今天呢 提前兩天 現場記者就去問 我們的準格魁 佐榮泰院長 就說是不是為了要分庭抗禮 發言權要搶回來 所以提早兩天 早就準備這一題了 我跟賴總統當選討論這件事情 從來沒有管什麼人出國 什麼人不出國 所以就直接 就我們不管馬英九 那馬英九跟習近平見面 一定會影響台灣民眾在看兩岸 這個等一下正元規就跟大家講 對不對 因為馬英九他見了之後呢 大家就會去評估 民進黨完全沒有對口 那國民黨可以有 兩岸兵兵戰威 那到底要投給誰 到底要走什麼路線 民眾就會再reflex一次 那觀眾朋友談到內閣 這兩天我們看到自由時報所寫的內容 百分之百目前是正確 可是今天目前為止只有四個人 打不可以再放下那個畫面 為什麼很簡單 因為根據我們的憲政體制 總統任命格魁 格魁 為什麼叫格魁 他去找格員 他去組格嘛 所以整個team是他來組嘛 照這樣講嘛 所以當我確定是佐榮泰院之後呢 旁邊就是他的副院長鄭立軍 他的秘書長郭明星 他的發言人陳世凱 所以沒有別人了 接下來就之後不會有賴清德出現了 那未來的這段期間呢 就會由佐榮泰來宣佈 所謂是不是顧立軍當國防部長啊 是不是劉世芳當內政部長啊 是不是李孟彥當教授部長啊 這些名單都出來了 我跟觀眾朋友講 八九不離十 不會有什麼差別 只是今天就先出來這一份的名單 那你要知道 因為現在目前看起來 都是有工人士 在選舉過程當中 我就說你把那個 賴清德軍人總部的名單 一打開來看就知道了 現場站的就是這些人 有佐榮泰 有鄭立軍 有潘孟安 潘孟安當中 副院有工人士 對 那問題是 就是林佳龍跟鄭文燦沒有進來 所以大家就會去想了 為什麼林佳龍跟鄭文燦 不在這個名單當中 那昨天我也跟大家分析了 院長副院長 就是佐榮泰跟鄭立軍了 那除了這兩個位置以外 你說鄭文燦現在是副院長 他願意降格去當部會首長嗎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擺他 對不對 那林佳龍以前對不對 你說2014年 他就已經選台中市長了 對 如果真的到2026 還要再選台北市長的話 他頭前後面還在選職家市長 當然台北市長是比較大 台北市長他是首善之都 所以這就會大家就觀察說 現在目前的名單 其一為什麼是這些人 其二為什麼沒有另外那些人 觀眾朋友一個一個就要來看了 顧麗熊他現在成為國防部長 這個是基本上大家板上釘釘的事情 只是還沒宣布而已 那為什麼講板上釘釘 因為國防兩岸外交是總統職權 不管佐榮泰喜歡就是這些人 那所謂蔡歸衰 蔡英文用的國安首長 包含了顧麗熊 包含了蔡明燕 包含了吳釗憲 外交部長是誰還不知道 一度有傳說是林佳龍 但是不知道說他也婉拒 可是我跟觀眾朋友報告我個人的看法 以這一次的名單來看的話 就是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叫做蔡歸賴水 蔡總統對美國 美國相信國安首長就這些人 換通不探藥 第二個就是有功人士 佐榮泰 鄭麗君 潘孟安 第三種就是外交體系 我覺得他放給蕭美琴很大的空間 以往沒有副總統當選人 在當選之後 居然還訪美國 訪立陶宛 訪捷克對不對 他在外交上顯然賴總統當選人 是完全放給他了 所以外交部長名單現在沒看見 應該跟蕭美琴有非常密切的關鍵 徐思謙被點名 我覺得可能性並不小 所以這樣的國安團隊就是菜歸賴水 那巧欣 甚至國民黨立委他都講說 這個就是又老又綠又毒 那又老又綠又毒 基本上綠跟毒就是跟對岸挑釁 所以相較於跟馬鈴鐺 這次跟習近平見面 兩岸可能又照為就降溫一點點 總是所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兩岸都是中華民族 但我們是中華民國對不對 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會不會變成是一個挑釁的國安團隊 觀眾朋友 陳玉珍對顧磊熊的評價 大家可能跌破眼鏡 他說其實他覺得顧磊熊是比較軟的 吳釗燮才是真正的戰狼 所以當顧磊熊是第一線當國防部長的時候 除了大家講說文人部長 到底懂不懂 你能不能夠hold住這些三軍的 這些中將上將 觀眾朋友 你要知道在軍中是有道理的 是有論理的 是看批刺的 你整體 破把要退伍的時候 學長落散戰狼對不對 你文人部長你沒有踢 他沒有嘛 他沒有踢 你沒有踢沒關係 但你要了解 以前包含孫正 包含像以前對不對 蔡明憲 過往的文人部長 你只能hold住這些將領 真的很困難 但如果說 今天顧磊熊他要的 就只是均售均購的話 那你要懂 你看不看得懂 那麼龐大的幾千億的預算 所以這是顧磊熊的挑戰 但是因為顧磊熊是一個對不對 百變顧磊熊 他有歌 顧磊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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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現在用那個歌出來 請資源收贏 你可以是金管會主委 黨產會主委 還可以是國外會秘書長 叫你當國務部長怎麼了嗎 這不是要個特稿嗎 這時候講說 本來還想讓他當行政院長 對 孫磊熊都可以 如果他身段真的 像這個陳玉珍講那麼軟的話 應該他也能hold得住 那當然因為台海的關係緊張 現在看起來 是不是有可能會發生什麼問題 很多我們的這些電子產業 都會想說 還要找一下海外的第二種 比較保險 所以為什麼 去美國台積電要設三場 在雄本人這些事情大會關注 就是因為台海現在目前 有一個戰狼的國安會的秘書長 吳釗燮 那他的態度強硬的話 兩岸當然就是繼續對立的狀態 文藥 來看一下 徐曉星口中的老綠毒 吳國安鐵三角 有期待嗎 還是請煩惱 這個送他們幾個字 平庸無能 你說這些人在蔡英文時代 有沒有發揮很大的光芒 也沒有啊 你說有沒有做出什麼了不起的成績 也沒有啊 整天一堆爛攤子 你說吳釗燮當成外交部長 斷了幾個國家 惹了多少事情啊 可是 為什麼還擺上去 理由很簡單嘛 這個時候賴清德必須對美國讓步 現在美國對賴清德看得很緊啊 動不動不放心啊 就派侵差大臣羅森伯格到台灣來 親自來領軍問候啊 你說賴清德現在 第一個 他的得票數也沒有過半數 他在立法院也沒有過半數 然後美國人整天在耳朵裡面 比小蜜蜂還要吵 你說他該怎麼辦 好好好 國防交給美國 國安交給美國 好 所謂的唯美是從 唯美所忠 這賴清德不得不得選擇 你以為他喜歡用蔡英文的人 行政院長是不是蔡英文的人 行政院長 卓榮他也是當年被蔡英文 2019年不乖不聽話的 那剛才這個我覺得 以前對新潮流已經口下留情了 新潮流混在南流 陳菊當時2019年有沒有停賴清德 沒有耶 賴清德是靠自己活過來了 北流是誰 鄭文燦 那請問你有沒有停賴清德 也沒有啊 投靠蔡英文 他現在總算帳 比較那個不成氣候的中流 也不夠混了一個行政院發言人 官大不大 官小不小 就這樣一個位置 他擺明就是什麼 從現在開始 民進黨只有賴流 會不會很輕流不敢講 他保證是賴流 為什麼 你如果不賴過來的話 對不起啊 就通通趕回去 對 你這個 鄭文燦跟林佳龍 冰凍個兩年 兩年後以後出來要選什麼 我覺得困難重重 對不對 因為已經沒有什麼光彩的 亮麗可以發揮的空間 要選新北市跟台北市市長 至少你要天天怎麼樣 上新聞的一個可能性嘛 講話那裡好不容易當立委 在立法院每天有人報導他 其他的沒有啊 那你說那個誰啊 這個火友宇的副市長 你看天天都有新聞啊 你現在如果被冰凍了兩年 還能選 那真的是見鬼了 我跟你講 所以他們兩個最著急 他唯一的期待是什麼 佐隆太幹不好 然後賴清德找不到行政院長 你們兩個商量一下 再地補一下 這是有可能的 你看看嘛 民進黨用過的行政院長 至少在阿北時代還有謝長廷 這個蘇貞昌算個卡吧 到了這個蔡英文時代 還有蘇貞昌賴清德也算個卡吧 你現在佐隆太什麼是卡啦 佐隆太重振那麼久 你說他有什麼風功有什麼偉業 通通沒有啊 平平庸庸的 一個歷史上幾十年來平平庸庸的 你告訴我突然間 寶刀出效會光芒萬丈 我絕不相信 雨萱你怎麼看今天的記者會 今天是第一梯而已 再來這個國安鐵三角 是不是在下一波就要公布 你怎麼看 那我請問一下鄭文燦也好 然後我們講的林佳龍也好 他們能做什麼 因為你今天當佐隆太這個位置 卡死之後 基本上就沒有在其他的位置可以去填了 你什麼部長 我跟你講他也不要啦 林佳龍也不是 早就有被徵詢過部長 他也不要嘛 對不對 他底下的同樣是政國會的林佑昌 現在都傳出說 對不對 有可能去當黨秘書長 但各位不要忘了 他前一份工作是什麼 內政部長 內政部長 天下第一部 對啊 那林佳龍一定要在他以上吧 是 這樣合理吧 對不對 總統府秘書長這個位置 是面子好看 但實際上沒有什麼太大用處 但是林佳龍要的是實權 所以當今天佐隆太抖了 這個公布之後 你看政國會馬上就有 這個民進黨中場會跳出來 說 不要吃阿雄啦 都全部你吃吃去 他用這種講法 但我講白了有吃阿雄嗎 還好而已啦 第一個事情 今天這整場 我們講公布記者會 誰應該感到最難看 誰 新潮流阿 那新潮流人在哪裡 沒有阿 我們人做總統 我們人本無家 不是說新潮流全都跑去 那不對阿 新潮流都沒有 各位你說 那個佐隆太啊 賴清德小圈圈都自己了 那我訪問一件事情 那新潮流怎麼會同意這件事情 我怎麼會沒有意見 因為根本已經不再不復當年了嘛 新潮流輸了哪兩個地方 台中也輸耶 桃園也輸耶 請問一下要怎麼跟賴清德畫把他看 所以各位看懂了嗎 真的脫流了啦 我說賴清德現在變清流了 賴清德的清了 為什麼 新潮流顯然在這件事情上 使不上力嘛 那賴清德有沒有給他們面子 有喔 就兩個 我們公佈人事喔 第一波通常最重要 比如說撫秘書長 鐵三角等等 就今天跟你講行政院 你知道還公佈什麼嗎 發言人 你在乎嗎 總之我不在乎 發言人關我什麼事啊 第一批需要公佈嗎 那為什麼要公佈 因為他叫陳世凱 他是中流 他是立井鄉的人嘛 所以各位 這一場戲喔 一般人看喔 會覺得說 哎呀小圈圈的 貨在自己的那邊 我看不是這樣 我看喔 除了國安團隊 沿用蔡英文的人馬 這是另外的故事不談 最主要的是 賴清德證明了一件事情 自己確實可以脫離派系的掌控 而派系如今也沒有這麼強烈的力道 可以去跟他反彈 而接下來要比較擔心的 反而是 當所有四格的位置 都已經玄缺之後 而你鄭文燦 而你林佳龍 到底該要去哪裡 總不能去公園找柯文哲吧 賴清德的新政府 新內閣的正副隔魁人選 呼聲欲出 今天就傳出了 最快禮拜五 就是畫面當中你看到的 這個組合 卓榮泰 鄭力軍組合 而更核心的潘孟安 據傳要擔任總統府秘書長 我還來告訴我們 就連一身監督你一人的謝龍健 龍哥都說 哇這個組合好啊 他給他肯定 我們就問 朝野關係 政務推動 有加到分嗎 好 就這樣跟他有報信的觀眾朋友 今天可以說是 那個人是先底牌 直接告訴你 所謂的行政院長跟副院長 還有三個秘書長 到底是誰 直接自由時報 都把你列表了 那觀眾朋友以目前 至少我覺得啦 應該不會有變化了 敢這樣子出 直接出圖卡 表示自由時報 應該已經順藤摸瓜 問了所有相位人士 也得到答案以後 才敢這樣做 那行政院長是卓榮泰 副院長是鄭力軍 行政院的秘書長呢 是郭明星 對那總統府秘書長呢 是潘孟安 然後民進黨的秘書長是林宥昌 觀眾朋友 先來看一下 我們一個一個跟大家講 卓榮泰是誰 觀眾朋友 您幾點講 其實卓榮泰這幾年不太了解 他是大師兄 觀眾朋友 2017年的時候 現在有一個人 在畫面上沒有 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他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我就問俊翔哥 誰是賴清德行政院長的 行政院秘書長 誰 就是卓榮泰 所以卓榮泰他是了解 跟這個賴清德 他做行政院長的時候 我當對不對 行政院秘書長 後來呢 後來2018年 民進黨大敗了 然後一度是賴清德 還要去挑戰蔡英文 對不對 誰去當代理黨主席 他 就是卓榮泰 所以卓榮泰一路這樣下來就了解 他的資歷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他是現在賴清德總統 當選人 相信的人 這是相信的人 這是相信的人 這也是相信的人 所以我很早就跟大家講了 帕莫蘭應該就是行政院的秘書長 板上丁丁 他一直出國去玩 表示說他位子早就定了 他就是跟在賴清德身邊的總統府秘書長 他不去占行政院也不去黨 那黨的部分 觀眾朋友 你要看林佑昌 在這五個人當中 他是最年輕的 1971年才大我三歲 那林佑昌 他現在是內政部長 為什麼去民進黨黨主席 民進黨的秘書長 觀眾朋友很簡單 這個東西我還沒有完全確認 但我跟大家講我的分析 應該是林佑昌 不願意當民進黨的秘書長 沒有林佑昌 這裡面沒有林佑昌 為什麼 因為他是政國會 因為政國會現在目前 游錫坤也不是政國會的立法院的院長 行政院院長又沒有輪到林佑昌 所以要有一個 政國會的人 他在裝了要子 所以是民進黨的秘書長 所以呢 今天行政院長是卓榮泰 副院長是在選舉的期間 我也跟大家講過了 你去看 賴清德他在那個 競選總部的成立大會上 就是接這個棒球的時候 你看到卓榮泰接了棒球對不對 你知道那時候 大家拍大合照的時候 所有的人 八個人站在一起 誰離賴清德最近嗎 也是卓榮泰 不是 是政立軍 所以他對政立軍是非常相信的 那政立軍拿過來 因為他沒有經歷 他一起當過文化部長而已 沒有我剛剛講這些經歷 那沒關係 至少你也是副院長 所以當卓榮泰配政立軍 這兩個都是賴清德中 非常相信的人 就少了一塊了 剛剛維昌講的 那財經怎麼辦 不是財經內閣嗎 所以 觀眾朋友 所以 行政的秘書長是公民心啊 好 這幾席定海神針 盯下去只有一個目的 要先能確保貫徹賴清德的意志 但是 外界怎麼看這樣的組合呢 我剛剛講的就是正面表列 但是大家還不跟你正面表列呢 為什麼都是這些人 怎麼會是這些人 包含顧綠熊 當國防部部長對不對 很簡單 會講說 因為有很多人 根本都不能用了 來觀眾朋友 來 在財經這幾年 已經讓很多人都趴下了 是 有些人因為陸文的關係 執家市長不但後來沒選 對不對 現在目前淡出政壇了 對不對 還有很多人什麼奇惡到什麼地方去 喝酒 到飯店去被拍到那個CTV的畫面之後 對 你看 其實你看就沒有林家龍 也沒有鄭文燦 是 那觀眾朋友 因為這些林家龍跟鄭文燦 他的這個等級 都已經是在行政院副院長以上了 那現在既沒有林家龍 也沒有鄭文燦 我剛剛講 那林家龍跟鄭文燦 是不是就要備戰2026呢 因為既然他們都已經到 你看好 來我就這樣問好了 鄭文燦燦哥 他已經是以前的桃園市的市長 直家市長 又干到行政院副院長 那時候說 如果不是那個意外 他可能直接就當行政院院長了 對不對 但沒有 那沒關係 我好好的干 等到明年520就現在了 我就可以爭除當行政院院長了 可是那關過不了 也沒有 所以連副院長都沒了 那既然你沒了 也不在隔魁的閨園當中 不然我就問大家一件事 鄭文燦都已經當到行政院副院長了 你叫他回去再幹 內政部長 他要嗎 當然不要啊 林家龍以前都交通部長了 對不對 你現在叫他 對不對 再去幹什麼 他要嗎 他也不要 你就要回去當交通部長嗎 所以 當這已經沒有你們兩個的位置的時候 他們也只得回去選2026 那就看看林家龍跟他後續的一個動作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 賴清的布局是求穩定 而且是求所有的這些閣員團隊 都是他相信的人 又或者是蔡總統相信的人 先把他520的第一批的內閣團隊 穩穩的推出 後續要做調整 再來調整 好 建平 這第一批的內閣名單 看來板上釘釘的 你怎麼看今天端出來的這道菜 其實卓龍泰的出現 民進黨內我聽到的消息 是認為他情商比較高 他在1989年 擔任這個市議員開始 後來就擔任立委 你看他擔任明代前 一開始是35年前到現在 所以在黨內他的脾氣跟個性 尤其他也擔任過行政院民主黨 是屬於那種情商 然後比較不會動怒 他的這個脾氣比較不會像 這個蘇貞昌啊 或者是這個陳建仁 突然壓起來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一次的內閣目前聽到的消息 都幾乎沒有蔡英文的人 除了國安團隊 顧力雄那幾個之外 昨天民進黨幾個朋友才在談說 為什麼這個國安團隊才看得到蔡英文人馬 那是因為老美嘛 美國要你排誰 要你堅持什麼 不管是顧力雄 或者是傳聞中的這個李仲威也好 這都是美方能夠接受的 所以延續著蔡英文的國安團隊的人馬 賴清德只好照單全收 只好幾乎 就算不是照單全收 是百分之七八十 延續這樣 其他的內閣重要的在監管 包括這個內政啊 主要的什麼 幾個第一大部會啊 或者黨裡面賴清德會想要凸顯他賴清德意志 雖然剛剛韋漢也提到說 政國會的林佑昌已經被拉到民進黨去當秘書 那是為了歷練他 但並不代表整個政國會會放在民進黨中央 為你說會失去民進黨內的這個派系的均衡 所以當民進黨進行第一次賴清德的這個 他的府院黨人士的籌組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看得到 派系的符招痕跡斑斑 尤其是新潮流一支獨秀獨大 然後音隙慢慢的把它排擠出去 你會看到未來四年埋下很多的伏筆跟衛報彈 好 觀眾朋友 到今天為止呢 強政到現在 我們給您看到花蓮有將近三千人 幾乎是無家可歸的情況 今天宇軒之段我們來看到 現在前線救災在吃井 為什麼後方搶錢在井吃 發生什麼事了 國民黨團提出了修改特別預算法 四個前提拿掉一個緊急情況繼續救災 其實一點問題都沒有 可是你為什麼提出了 你根本就卡死救命錢 到底誰在死要錢呢 所以居然哥我們知道政府花了非常多的錢 而這些錢都用一個明目 這個明目叫做特別預算 比如說我們舉例來說 所謂的前瞻特別預算 那請問截至目前為止 台灣有看到任何哪裡前瞻 哪裡有前瞻性嗎 好像也沒有這個味道在 所以呢反而是就在這一次花蓮 大家看到了台灣人的任性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第一台積電願意伸出援手 那居然哥我問一下 台積電包括也好 張淑芬也好 他們的角色是什麼 民間的力量 是來自民間的力量 包括救難員員 包括救災人員 許多民間自發性的 把花蓮能夠迅速的恢復 所以他跟他講 我們呢到花蓮勘災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把受災的心暗定下來 各位地震或許已經過去了 但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請問一下道路可以打通 地震可以過去 但餘震還在繼續 這些斷岩殘壁 甚至紅屋圍樓 以及還沒有找難到的 罹難者 甚至是生還者 這些都還在持續難過 所以 張淑芬做的第一件事情說 我們希望能夠把災民的心給安定下來 但各位啊 看看我們的政府到底在做什麼 這一次的救災 如果一切都是仰賴民間 但是大幅度花錢的 通通都是中央 我隨便舉幾個例子 前瞻一期二期三期四期 就是各位你最熟知的8800億 包括新式戰機海空戰力提升案 這個叫做國防特別預算 以及我們講到的紓困振興相關的特別條例 總共加起來不多了 兩兆955億元 這些錢到底花到哪裡去 好我們講到了特別預算 將近三兆的天文數字 這個數字意味著什麼呢 我們之前在討論這個題目的時候都說 這個是你每年的這個年度 歲入歲出預算你是看不到的 這個是債留子孫的一筆天大的錢 對俊翰哥我們再講一次 特別預算這件事情 他有沒有法源依據 有 但是他有他該用適合的司機 為什麼我剛才講花蓮 為什麼我跟你介紹這麼多錢 最主要是這些錢到底花到哪裡去 台灣人民到底有沒有趕 有沒有花到刀口上 所以現在藍綠就為了這件事情 在交鋒 民進黨一個主張 因為國民黨打算要把所謂的預算法 第83條也好84也好 相關的法律給修改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第四項 第四項也是民進黨 為什麼你一定很好奇 特別預算要特別啊 錢瞻到底是什麼啊 這個軍隊用的東西怎麼會特別啊 議後政經到底特別在哪裡啊 他們濫用法源 因為第四條就是講 如果每年或者是數年有一次重大的證事 重大的證物需要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使用特別預算 就這一條錢就可以源源不絕撥下去了 因為這是開口條款嘛 等於就是說你愛怎麼花就怎麼花 那每一年有一次證事 我說有你說沒有 我覺得有 那這怎麼去界定 這不符合特別符合緊急災難所需要嘛 所以藍綠就打算說 我要把這個法源給修改掉 因為不能再跟你這樣亂花錢 但民進黨主張說 嘿呀你不行啊 你看啊花蓮大地震啊 你這樣會影響救災啊 但各位來 該法源的第三條就是顯明 如果有重大災害可以引用 所以沒有影響啊 對 你還是可以救災啊 俊翔哥這個叫什麼 轉移焦點嗎 跟你講A 你在跟我討論B 再來第二件事情 請問一下這一次政府在災區的救援跟救難 做了哪些事情 做了哪些啊 我不知道啊 我只有看到那個帳篷被外媒大肆肯定的帳篷 慈激的 你有沒有看到政府撥了哪一批下去 沒有呢 道路打通 各位聚業 對不對 各式各樣的民間企業 對不對 那救苦救難的 包括天王溪大樓 民間企業 所以你政府到底在哪裡 你花了那麼多錢 跟我講的重大急急危難的時候 你知道那時候民間有在做什麼嗎 不要捐錢給花蓮 那個付關期有問題 不要捐錢給他 在忙著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講了嘛 你要與法有據 法律是死的 但真正有問題的是什麼 國民黨要拿掉的東西叫做空白支票 這個支票就是你想要填什麼名字 反正數字隨便你畫 但你看一下 我們的施瑤小姐姐又出來了 每一件事情總是有他的戲份 他說什麼 哎呀這個把救命錢卡死啊 胡說八道 讓政府救災啊 重建的推動上啊 綁手綁腳 包括柯建民呢 反正這個憲法小老師 我們講AKA準大法官 最近對憲法特別研究的柯建民說 國民黨要多做點功課啦 反正什麼事情呢 都叫國民黨做功課 但事實上 早在洪森漢 他也就是缺席為一個巨嬰遲到 沒辦法前往質詢的過程當中 他的信用以及人格早就已經破產了 好觀眾朋友我們錄影的此刻呢 在我們的線上我們要透過連線 在天王星倒塌現場 在這個地方的是立院國民黨團總召 副官旗委員 委員您在現場已經連續勘災了好幾天 我們剛才一路聽到這個地方 特別預算法居然在這個地方引爆了藍綠大亂鬥 欸 吳四瑤講說 今天如果去卡這一條硬要修法 會卡死救命錢 你救災救災救難的前線 你怎麼看 這當然是傷口的傻言 因為任何立法委員的提案 都是可以討論的 我們是一黨到底要不要用特別預算 來救治花蓮 現在行政院的災害準備金 就有幾百億 隨時都可以來進行災區的重建 我想今天要對災民來釋出援手 還是對災區有一個同理心 來展現執政黨的決心 來救助這些災民 來重建災區 只是一念之間要做不做而已 像此時此刻再次呼籲民進黨政府 自古以來啊 在國家大災大難的時候 千萬不要謀取任何的利益 這會禍及殃及子孫 立法院這些政治利益的攻防 跟鬥爭不要再把災區當作你們 這個主要議題 好 委員 現在還有一個更嚴肅的課題啊 現在聽說在花蓮前線災區募款 非常的不順利 為什麼 剛剛雨薛跟我們講到了 因為現在民進黨 側議民進黨的各個民代發動 去攻擊2018擬善款的使用 你說明天啊 蔡總統也要到災區去 你要好好的請教她 你要問她什麼 現場募款有多困難 執政黨的作為 就是不斷地用側翼跟網軍 來攻擊災區 對於2018年0206大地震 他們不斷地散播謠言 雖然說我們當時有用善款 來救助食材業者 有匡列的8億元 這完完全全都是依照行政院的命令 委員會的決議來執行的 今天我們不懂的就是 一個執政黨放任 他的各級民代來攻擊災區 就是來災民傷口上撒鹽 在不幸罹難者 這些人選饅頭上 民進黨在啃食 非常非常的遺憾 因為他們不斷地惡意攻擊 造成今天我們善款 非常非常的少 對災後的重建 幾乎遙遙不可期 對災民的安置 到現在行政院沒有任何的辦法 我們聽說蔡總統明天要來花蓮 我們要請教一下 蔡總統 你要怎麼救出這些災民 不是來花蓮辦日遊 你的辦法是什麼 你的做法是什麼 你對國家可以放任在大災大難的時候 所有的網軍側翼 全部說來攻擊災民 攻擊災區 你的做法是什麼 全世界沒有一個民主國家 是用這種方式 來對待災區災民的 好 蔡文你怎麼看 我們從救災最前線 那個地方在灰汗 這個地方口水在亂噴 我覺得花蓮的這些災民 還有一些罹難者的家屬 真的真的我替他們很不捨 如果要說到這些預算法的財政紀律的話 哇 那民進黨這八年來特別預算常態化 說到底真正沒有財政紀律的才是民進黨 為什麼我們要把他的那一條拿掉呢 因為我們就是要避免他們拿了錢 然後不知道要花到哪邊去 拿了錢還不知道要花到哪裡去的時候 就先把這個錢收進口袋當中了 所以我們才要把那一條拿掉 好 但是他們抓到時機點 利用這個天災 利用這個地震 然後來攻擊國民黨 這不就是他們一條龍的操作嗎 說真的我們民進黨一條龍的操作 可比賴清德的內閣完全毫無新意 一點創意都沒有 先攻擊國民黨 然後抹黑國民黨 利用天災 把國民黨的這一些 不管是在立法院的一些提案等等抹黑都好 反正什麼錯都是國民黨的錯 還有包含蓮花蓮縣政府開出來的 這一個救災專戶 也要被抹黑 那事實上 就像一個我問你 這樣子慘 慘到誰啊 慘到災民啊 對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很多網路上的人在說什麼 那我這樣捐錢幹嘛啊 你們這邊吵半天 我捐我要捐給誰 我怎麼會知道呢 第一 他們對這一些不管在前線 說真的很難過 不管在前線的這些人 又或者是說現在執政黨的這些人也好 已經毫無信任感了 那我就猜專戶到底是要捐到哪邊 這是他們疑惑的一個狀況 所以慘就是慘在災民啊 這一些人的善心可能會因為這些民進黨的 在臺灣啊 後智你怎麼看 我先講一下特別預算 什麼叫特別預算 特別預算 通常最常見的狀況就是排除舉債限制 批在預算法的舉債限制 就是講白了就是債留子孫啊 那所以他在用的狀況 大家一定是越來越希望你能夠節制 能夠限縮 那 那大家都知道蔡英文執政人上來 剛剛已經講過兩兆多的特別預算 就是他不斷的透過特別預算 因為有利法人多數不斷的透過特別預算 然後去舉債 然後去做他想要做的事 任何想要做的事情 那 現在剛剛講的 以前講到預算的83條跟84條 83條講的是預算 哪些情況可以舉債 84條講的是動資的情況 83條 這兩條都是民國60年的條文 到現在為止幾乎沒有修過 那唯一83條修過的一個 原本以前重大公共工程可以有 後來把它拿掉 那現在國民黨說把重大正式也拿 假如說你能夠用經常的預算 你就能夠維持財政的紀律 這個拿掉第一個碰到是什麼 就是復婚期的那一個 沒有重大正式復婚期要那個 那個就不能編特別預算 所以這個東西不會影響救災 因為你原本的戰爭 你原本的重大經濟變故 重大天災 還在這個地方 所以是不影響的 好 我再講84條 84條講的是什麼 84條講的是說 在特別預算 在你有重大災害的時候 即便特別預算還沒通過 你可以去動支 但是問題實際上的狀況來講 第一個 現在以花蓮來講 你沒有特別預算 你去動支什麼 你沒有一個東西可以動支嘛 我們講921的時候 也不用用這一條 第一個 緊急命令下來啦 有緊急命令的情況下 絕對比你這個東西 來得更實在 而且剛剛已經講了 朝一的議會會通過非常非常快 所以這件事情 跟這次的事情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關係 民黨只是借題發揮 這兩件事情完全沒有關係 你並不會因為這件事情 而影響到目前的救災 然後關於政府的人事 我要講一下 就是說 這一次的狀況 剛剛偉翰已經講到了 卓鵬泰的經歷 基本上都是幕僚長 他沒有做過首長 我們看以前的行政院長 要不然就做部長 要不然做過縣市長 這個有什麼好處 他有政績 你知道他是幹嘛 卓鵬泰做過什麼 總統府民主長 總統府民主長 做政務委員 他從來沒有做過一個主觀 所以你想想看 他將來就是一個幕僚長 角色的行政院院長 今天我們看總統當選人 賴清德來到了橫山指揮所 聆聽這一場極為重要的 國防機密簡報 這將會是新國安團隊就任前 最重要的一場會議 但我們講 公寓善其事必先立其器 賴清德準總統迫切要解決的問題會是 國防軍備如何確保 不被紅色供應鏈滲透 抗中跑台最高值得指導原則之下 你說完全滴水不漏 嘴巴在講滴水不漏 真實的情況是說一套做一套 紅色供應鏈的防範 這個是民進黨政府 在蘇貞昌的時候 大力嚴格訂出了一個這個標準 如今賴清德要上台了 我們今天看到他到這個 橫山指揮所 他去聽國防簡報 然後而且他是首度以 這個總統當選人的身份 然後帶著這個副總統當選人蕭美琴一起進去 這很罕見 因為過往像蔡英文2016年的時候 他幾乎是在520後 他才去聽這個國防機密簡報 因為接了三軍統帥 然後有國安會秘書長跟新任國防部長陪同 可是這個時候賴清德蕭美琴 他身邊卻沒有這個國安會的秘書長 還有國防部的部長都是現任的 我的意思是說沒有他上任之後的新的官員 所以有一些吊詭 但在這種吊詭的氣氛下 兩岸情勢現在緊張 他有些東西不得不注意 比如說國防部的這個軍備問題 就被立法委員王宏偉給踢爆 國防部明明已經把這個廠商停權了 有一家蜂藝公司 他所採購的這個原料提供給中科院 要做什麼 飛彈的這個原料 這是很重要 飛彈不只是我們的 要用的可能地對地的飛彈 彈道飛彈 防空飛彈 這一家公司呢 他已經被列定為是不良廠商 他竟然還可以得標 為什麼他會被列為不良廠商 所以國防部你到底有沒有人放水 第一 我就跟大家講 為什麼會不良廠商 他當時提供了過氮酸 過氯酸胺的這個半成品 疑似來自中國大陸 就是對岸了 那後來這個廠商被人家檢舉之後 就去查出來 真的有這件事情 後來就被法辦 法辦之後因為 國防部規定他所有軍備的這個採購品 包括軍規的這個規格 都不能有中國大陸的原料 而這個過氯酸胺呢 你這個半成品原料就是來自對岸 這怎麼可以呢 所以國防部當下就把它解約 停權 然後停權三年 可是偏偏這一家公司 他同一個老闆 他有另外兩家公司 然後同一個負責人 他又去繼續標 國防部的十幾個標案 可以這樣嗎 換湯不換藥 而且他被頂決之後 國防部才發現 他還有標國防部其他七個標案 你也讓他得標了 你也讓他得標了 那國防部你在幹嘛啊 然後你也去沒有查清楚 這一家公司的負責人 還掛著其他公司的負責人 還可以繼續承攬中科院國防部 軍備局其他的這個標案 都有親屬關係 那你這換湯不換藥的結果 你這樣放水 你形同你當初不是設限說 中國大陸的這個原料 它的零件不得進入台灣 尤其不能進入軍方的這個 武器裝備的 它的整個製造供應鏈的系統當中嗎 還有一個更嚴重的觀眾朋友 扯還有更扯 雲爆裝甲車 你知道這個裝甲車做什麼用 一旦如果斬首行動是他要載著總統 往橫山指揮所去撤 反斬首最重要的利器 結果不知不覺還是渾然不覺啊 居然中國設備在裡面默默 我們就用了十年了 從2013年到2023年 真的默默用了十年 這一型的裝甲車 我以前跑軍事的時候 我們軍事記者都被軍方邀請 上過這台車是跑得蠻快的 但是沒有想到 它的這個綜合液壓棒 我簡而言之 叫做動力系統 還有它的S1轉向機 跟S2轉向機 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是八輪甲車 它不像一般鋁帶 你要轉彎是有點困難 你這個八輪甲車 它的機動性高 它的轉向是OK的 就可以像一般的這個轎車 輪子比較多 但沒想到 它的轉向機 跟它的液壓棒 這些動力系統 全部都是大陸製的零件 來 你看這段畫面 它在轉身不過 它轉不過去 尷尬了個鑰匙 你不是想說它很靈活嗎 那出了什麼問題 它這個問題就是 它轉不過去 然後再加上動力系統會漏油 因為用的是劣質的大陸零件 後來被檢調查出來了 至少有326輛出現這種狀況 那如果真的是暫時 這個是影響很劇烈嚴重的事 所以當時被媒體 其實這10年來一直有媒體報導 在提醒國防部說 裡面用的是劣質的零件 讓雲豹變病貓 讓它裝甲車好好一台 這麼大的旁觀大物 它會轉不過去 你怎麼辦 國防部當時都否認說 這是不實報導假消息 結果沒有想到在去年 廠商竟然偷偷地把無償幫國防部 把其中140輛的雲豹八輪甲車 它換成德國零件 因為它知道它出包 它也被檢調查了 國防部還不敢停權它 你還繼續跟它合作 那這種車有幾千輛在國軍當中 那你全部都把它弄完嗎 我覺得很難 所以國防部面對這個問題 還真的一個頭兩個大 好 最後來看到 是不是連空防也淪陷了 講這兩個字實在很沉重 來 天弓飛彈 居然貼個標 洗個產地 你也照單全收 你也買了 你也裝進去了 主要就是天弓飛彈的原料 在中科院它們裡面 有一個這個矽控枕流器 意思就是飛彈的點火發射器 它竟然用中國大陸的這個原料 哎唷 這影響很大 它本來是要用美國的 它不能用這個中國的 後來被檢調查出來 它是在我們桃園的兩家廠商 是兩副子 然後當時中科院就跟他說 我們要做這個飛彈發射 你明知道要做飛彈發射的 這個點火發射器的原料 你就去買美國的 可是美國一顆要上萬塊 去中國買 中國的一顆不到一百塊 你看來回價差一百倍 我們當然買中國了 不法獲利 它就賺了六七千萬 可是你想想看 這是我們的國家安全 這是我們的飛彈 所以變成連飛彈 連防彈衣 這些都是去用 中國大陸的劣質零件 而且去賺黑心錢 好 維翰 抗中保台 這不就是天經地義的事 怎麼現在聽起來 有點拿石頭來砸我們自己的腳呢 現在防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兩岸的關係已經緊張了 那觀眾朋友知道 今天下午我們正在錄影的同時 賴清德總統當選人跟副總統當選人 賴清 進到國防部去聽取 這個 國防的機密報告 這個秘密報告呢 過往 因為八年一次 你從2000年以後 阿扁八年 馬英九八年 蔡英文八年 所以過去這三次可以拿來依循 我跟觀眾朋友報告 因為八年才一次政黨輪替 而且輪替的一定都是對方的政黨 馬英九是從陳偉扁手上接過 那馬英九後來又交給蔡英文 是不同政黨 所以基本上 就是只會到國防部聽取秘密報告 不會進恆山指揮所 但觀眾朋友 今天有兩個魄力 第一個魄力就是 聽完秘密報告之後 賴清德會進到恆山指揮所 因為他已經是 現任的副總統 而且是總統當選人 所以他會提前進 剛信平跟大家講 以往都是聽完報告 誰報告 國防部長 邱國正帶領所有的這些 各軍系的司令 來個當場報告 報告完之後呢 就結束了 以往就是這樣 因為政黨輪替嘛 那你還不是三軍統帥 你不可以進恆山指揮所 那現在是怎麼樣 魄力第一個 賴清德今天會進到恆山指揮所 了解 一旦兩樣發生戰事的時候 總統帥進到了什麼地方 他指揮調度跟那個兵推的軍演台 第二個破例是什麼 因為我們都在講 人事的東西最難猜 那以往會去聽取 國防部的秘密報告的時候 那個時候基本上 都是已經知道 甚至連行政院長跟國防部長 是誰都已經知道了 也有爆派 或是也有已經團隊都公布了 現在都不知道 不知道 對 那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你以為國防部長 就演了 馬上就每天都跟你報告半天 現場就是下一個國防部長 來聽這個國防秘密報告嘛 那我跟觀眾朋友負責任講 因為昨天以前都在傳三個人 第一個叫做顧力熊 為什麼顧力熊 顧力熊他懂嗎 你去看 有一個秘密的視察 是3297年前那一天 賴清德去看中科院 去看無人機有沒有 誰站在那個邱國正的旁邊 顧力熊 所以他講顧力熊 為什麼我還那麼認真聽 會不會他是部長 有可能 第二個人來講 黃曙光 賴清德是不是講 國民黨擋了多少次的軍事 我就是要潛艦一次最好 對不對 八燒錢一直把它做完對不對 那誰是 誰是這個潛艦的村 黃曙光 黃曙光嘛 好那我想 剛剛講兩個魄力對不對 今天第二個魄力出現了 今天根據瞭解 我是還沒看到了 李仲威他有進到國防部 去聽取報告了 那請問各位觀眾朋友 李仲威以前是海外會的主委 那現在是誰 現在什麼都不是 他現在是民間人士 他沒有任何的官嫌 但他去聽取國防秘密報告 那這個人不是國防部長 會是誰 但我們跟你講 我只跟大家做分析 我不是賴清德 因為這個國防部長位置非常重要 以剛剛這樣邁流來看的話 為什麼顧力熊 李仲威跟黃曙光會被點名 是因為這樣 但李仲威今天 不但是一般的釋放行程 連這樣子的機密報告 那我跟觀眾朋友講 那今天不是說 聽完了報告以後要去哪裡 肯山指揮所嗎 那李仲威會不會一起進去 如果會 我看他很可能就會是 國防部的部長 哇今天這一場 看點很多耶 董哥 對啊 所以可以看到 大家這麼關心 那賴清德現在為什麼可以去 因為總統指定他去 三金統帥下令開放給未來的總統進去 他的過程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是同一個黨 那大家可以看到賴清德現在 對於所有的那些人事案 很多人都在猜測 那如果照現在來看的話 其實猜測 可能很多東西是私交的 為什麼 因為可能很多位置都不會改 很多位置都變化都不太大 那可能有些人會調整 換換位置而已 那賴清德這一次去 當然可以看到現在台海的險境 他必須去應對美國人來問他 他過去不太懂嘛 過去當行政院長 可是外交國防兩岸 是交在總統手上 所以他現在蔡英文要求他 你趕快進入狀況了解 那美國人現在也很關心 你看羅森伯格來早餐跟蔡英文了 是不是 所以這個 哇 就很 那過去賴清德對於國防 外交這一些 他本來也不內行 他本來就是一個醫生嘛 然後地方當過一些首長 對於這些東西不內行 可是將來台海的險境 你就可以看到 對方拍一個無人機來 老百姓派來了咧 就可以看到你二膽的兵在那邊摸魚 對不對 旁邊一些蛋藥箱 那如果這個無人機是帶有一個炸彈的 你怎麼辦 發射一發給你 你整個島就不見了 沒有人發現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海之間的險境 是我們政府很多東西是很舒服 那我們的軍隊 很多東西其實是沒有在乎 訓練也不夠強 警戒性也沒有 就是一個這樣的狀態 那現在軍方急著帶大家 趕快去看 我們兵役延長藝人現在多厲害 都精準 然後也可以看到賴清德 這邊也看那邊也看 可是很多東西是粗暴的 無人機那個是最大的粗暴 為什麼沒有人罵 如果是王宏偉講的 金方趕快把這家廠商把它換掉 可是無人機為什麼大家捍衛著它 連行政院長說你們不要大驚小怪啊 用大陸的那個馬達有而不可 各位想想看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無人機的廠商是他們民進黨一活的嘛 他是A百合世代的嘛 大家都很清楚啊 碰到自己人 當然民進黨的話不一樣 民進黨只要喊出說我們要加強國防 然後利有有就大家到那邊去發展 撈錢對不對 我們要發展人員 綠色人員 然後大家就趕快去 所以民進黨的指頭指向哪裡的話 那邊就是一堆人正在發大財 電池成金啊 王宏怎麼看 我覺得賴清德副總統 如果今天到了恆山指揮所去 其實釋放一個訊息 就是說現在台海局勢 是不是有點危險的感覺 我覺得他對國人有釋放這種訊息的效果出現 所以逼得賴清德現在感覺上 是不得不早點先進入狀況 先了解一些形勢的發展 所以對民進黨來說 目前看起來他還是認為說 目前台海局勢是一個詭證的行星 可是問題回來 我們的國防設備能夠跟得上 台海局勢的變化嗎 這是非常大的重點 因為攤開所有這些成品來看 其實裡面包括了很多中國大陸製的一些零件 或是一些化學的一些元素 可是這些東西都會威脅到我們的國防保障的安全 這是非常要命的一個事實 所以說當我們在一面喊抗中保台的時候 可是我們的國防的配件沒辦法跟上 真的能夠保衛我們軍人的時候 這個是互相矛盾 所以這個問題的爭解一定在這邊 那我必須要說 我覺得無人機這件事情 當天是賴清德去視察 結果事後被記者發現說 怎麼會made in China 結果這個記者去問了一下這個廠商 說沒有啦 他如果未來能夠順利接到訂單的話 他會把它換為台灣製的馬達 我覺得這個點 如果在爭清德前面 特別顯示這個點的話 有點像在告預算的感覺 就是說我業者的確 你要多少預算 我只有這樣預算 所以我只能說做出這樣的情況 那如果未來 你要有美國製的馬達 或是台灣製的馬達 是不是等於說 我希望新政府能夠多邊的預算 再給我來做一些新的無人機的採購方式 我覺得有點那樣的味道出現了 所以我說那個業者當然他也不是傻子 他不會知道 賴清德絕對不會不支持抗中保台這路線 他為什麼要刻意顯現出 這個made in China這個點 我覺得是有點那種告慾狀的味道在 我們常常都講 真的好想贏韓國 真的贏了 2022台灣GDP真的超車韓國 才高興一年 居然已經變歷史了 2023年又被反超車 什麼時候台灣只維持一年的脆弱領先 我們有機會再反超嗎 重壓半導體有機會嗎 你以為今年4月漲電價 通膨危機就這樣而已嗎 政府沒說的威脅 我們今天告訴你 恐怕如影隨形 賴清德 520之後要拼經濟 需要怎麼樣的戰鬥團隊 一場內閣的掃雷行動 已經展開了 俊江格還有報行的觀眾朋友 台灣有5缺 清德3沒有 台灣拿5缺 缺水缺電 缺工缺地缺人才 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不管誰當總統都必須解決 所以就傳出說 賴清德不喜歡原來的整個行政團隊 因為原來的行政團隊 讓他這一次選舉只拿40% 蔡總拿57% 817萬票 全民過得不好啊 那我給他蓋嘛 可是我又不好意思 蓋得太怎麼講 就是說打蔡總統的臉 所以我就點點點點點 點點征詢 然後呢 有被問到的人不能講喔 如果你講的話 建光死 比如說我今天找這個俊江哥去當部長 俊江哥告訴了偉翰 偉翰告訴了斯康 斯康把他寫在節目上以後 有啦 建光死這個人就不要了 所以就問了半天 誰會當部長 不知道 沒有沒有沒有 誰會接任 不知道 一定是有封口令 而且呢 沒有被真群人 大家講說那不是我了 但今天我剛講 清德三沒有 第一個 潘博安說賴清德到現在為止 沒有真群任何人 沒有真群任何人 包含了院長 主委部長都沒有 理由是因為現在是蔡總統跟陳建仁這個院長 這個行政團隊還在努力打逼 還在當家 立法院現在還是總質詢 所以他都跑去這個征詢會影響部會首長 也會影響我們現在的行政團隊 他是身為民進黨的總統當選 肯定民進黨的現任總統 所以呢沒有急著征詢 所以沒有征詢任何人 也就沒有說你都誤不出來啊 因為就廢風口了 不是空穴不來風啦 剛偉翰開場就告訴你了 5缺6缺7缺8缺不知道缺到哪裡去了 這個是520之後你要接的盤 你這樣的一個戰鬥團隊你夠嗎 他要怎麼把每一個缺都補起來 現在目前就這樣 因為大家都看到去年在講說 我們的GDP贏韓國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大致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的人均GDP呢 是3萬多美金比韓國還高 很多人就突然說真的假的 我們這麼強啊 蔡總統在講的時候 尤其是選舉到了嘛 去年要選總統對不對 結果沒有發現說 原來是因為台灣有台積電 台灣有電子業啊 台灣有半導體啊 人家一年是賺五六百萬還更多的 可是你一年可能只賺八十萬啊 對不對 薪水一個月只有三四萬而已啊 所以呢 是因為我們的電子業 把我們整個國人的平均GDP搭上來了 但即使如此 俊翰哥 台積電還是在吧 在啊 病職業還是不錯吧 還厲害啊 一樣被韓國超車了 現在目前你看 去年的這個我們的人均GDP是 三萬兩千三百塊美元 韓國呢是三萬三千一百 所以呢已經又超車韓國贏我們了 好想贏韓國 對不起我們只贏一年 第二個 剛剛所講的問題 那台灣怎麼到三萬多的 很多人講說 我們沒有那麼多耶 三萬多是多少了 我們靠半導體啊 對 我們靠的就是半導體 台灣經濟就靠半導體 但等一下 韓國不是哦 二十幾年前我跟馬尼九去韓國 採訪的時候 因為一九九七年韓國才被 IMF國際貨幣組織給 整個貨幣泡沫化而已 他經濟產生已經崩潰過 他怎麼上來了 他大的企業 他有三星 他有娛樂產業 他做網路遊戲 他用天堂 網路的競賽 遊戲 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他的IDOL產業 還有KPOP 對 他的IDOL產業 他的這些韓國的偶像明星 他的戲劇跟他的歌曲 你看魷魚遊戲 都已經登上國際舞台了 所以韓國是各個產業都往上走 那我們只靠一個 半導體 開個台積電 那就孤注一指 而且只有一個行業好 第二個 台積電一定要用大量的水跟電 那等一下我們台灣水的電夠嗎 我們常常有時候 下個雨 台灣去看地理課本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 我小時候地理課本 台灣叫什麼 台灣叫做這個河川 非常的短 而且湍急 因為很短嘛 你山上一下 要咻一下 他就出去了 所以水流不住 水可能不夠 如果都沒有颱風帶來這個環流的話 根本下雨下不夠 然後電呢 現在缺電危機 我們的電不夠 我們的電開始要漲價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台積電因為生產在台灣 需要大量的水跟電 如果我們的水跟電出問題 而且成本提高的話 我們的半導體也會跟著漲價 這個反而是國際關注的 台灣是半導體的重要的產地 而台灣的水跟電 居然沒有辦法非常穩定 而且廉價的提供 會不會影響全世界半導體的價格 哇 這個是今天其實是 最值得我們警訊的一件事情 你剛提到 我還在聚焦4月的漲電價 怎麼樣吹出通膨 你告訴我們 漲完電價之後的下一個是 漲這個水缺的問題 好 我要告訴我們 漲電價它連續帶動的就是 我們會疑問 台灣的電到底夠不夠 來 我們來看陳建仁院長 最近他回答越來越嗆 他怎麼回答這一題 高經濟素媒委員 針對於台灣電的問題 他在這個立法院的總資群當中 跟這個經濟部長王美花 還有陳建仁院長 你看有爭鋒相對這一段 因為他一直講說 台灣現在低了 我們要漲電價了 第二個 你要知道 我們的漲電價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誰犯了錯 而是因為官員的能源政策 把我們的天然氣的配比 石化的這個燃油跟燃天然氣 佔比太高了以後 所以升漲了 陳建仁部長 院長也不高興 誰能算到說會有無謂戰爭 所以國際就漲了 但等一下院長是沒有人算到 所以大家都要買醫療保險 不知道哪一天突然哪一個人就生病了 這個叫做防圍杜鑑 你要把你的風險給分散 我們的天然氣50%燃煤30% 所以跟石化相關的有80% 你故注意止 你如果還有用核電20%的話 就不會這麼高了 很簡單 那第二個就在吵說 到底現在缺不缺電 當時陳建仁院長回答你也很難勾破 他說我沒有缺電 對不對 有時候如果說那個潰線跳多的話 是當天沒有電 可是我並不缺電 對我車子壞掉了以後 我並不缺車 只是車壞了 我去修修就好了 所以兩個人就唇槍舌線 反而倒回來講說缺電 我們才沒缺 馬英九總統賽才缺 這是其一 其二 其實我們的行政團隊 一定要好好的謙虛 因為很多事情 你嘴巴講出來以後 那個話就很難說回來 還要靠別的部會去幫你擦屁股 許明春部長 他去上節目的時候有講到 為什麼引進UV公 不是我剛講的那種 他講說因為膚色比較相近 講了失言以後 還要外交部出來幫他道歉 因為這樣子 其實對印度是非常不禮貌的 缺工缺電也缺水 這樣的一個盤 與其他我們也好想在反超車韓國 520台灣的明天過後 賴清德需要什麼樣的戰鬥團隊 那修修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就是說在這個交接其武尾聲 我們有沒有看到任何跟交接有關的新聞 跟交接有關的消息 跟交接有關的動作 少啊 通通都沒有 少啊 就是沒有 趨近於零 就沒有嘛 但我們看到的是 反而是各個部會突然點燃瘋火 我們剛才講到從交通部也好 那衛福部其實也有出事嘛 秀美是不是也出事了 所以一個一個部會 而且這個發難的對象是由國民黨嗎 好像也不盡然耶 是民進黨自己對這些有意見耶 所以這是代表一件事情嘛 賴清德他還是要執行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叫什麼 政黨輪替嘛 他如果說所有的閣員全部都換光光端 那怎麼會算是 民進黨的一個一脈相承 所以你看 他去點名說這五缺也好 或者說去點名這些相關的閣員也好 他真正的目標在哪裡 他其實真正的目的是在於跟蔡英文 這個過去的政權做一個切割 做一個斷裂嘛 所以包括你看明天喔 明天是禮拜四 那誰要去接受備詢 訴發部啊 唐鳳嘛 所以他是有顯而意見很清楚的標的 在一個一個開槍嘛 但你為什麼說賴清德要講說 各位我現在完全 然後都沒有在徵詢任何人 也沒有院長也沒有部長 居然跟你信嗎 當然不可能嘛 他這個是在闡述一件概念 只要你明代一出來 我保證你絕對不會上 只有這件事是真的 那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因為代表有人想要指手畫腳嘛 賴清德在跟這些人講說 你不要對我指手畫腳嘛 而且各位 你如果有在參與過人事的這種新聞 你有在關注 你就會發現事情 東也放 西也放 今天這些阿貓阿狗 不管他的事情 但他放出來是真的希望這個人上嗎 不一定 來收下的嘛 所以賴清德說你不要 你不要給我來這次啦 你們不要給我去弄這些人事的問題 所以我講 絕對台面像有在運作啦 有人在被徵詢啦 但問到的人講都不敢講啦 講了連關都沒有 而你看到 現在為什麼會丟出這些店的問題 包括這些爛帳 有些是賴清德跟蔡英文之間的切割 但有些是什麼 蔡英文留給賴清德爛攤子嘛 或是講白了 你長這個店下 他知不知道會給他難看 馬英九當初怎麼倒的 油店雙漲倒的 那你如果如今明明都還沒有上任 然後你把這個東西 拋出來 把這個店下的問題拋出來 即便陳建仁在那邊嘴硬說什麼 哎呀 我跟你講啦 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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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電哦 這個跟馬英九時代相比 不是啊 那所以 所以你要馬英九出來道歉嗎 還是你要馬英九出來接受備詢嗎 這顧左右嚴他嘛 但是許明春這個案子就很特別 許明春這個案子哦 第一個 他的身份背景特殊嘛 都是在高雄來的 再第二件事情 許明春是連民進黨都罵 民進黨都刷歧視耶 各位你現在去看 比如說林淑芬先前去墊誰 王氏先去墊誰 所以我跟各位講啦 你看了這一整齣大戲哦 他其實有一個重點的結論啊 就是這次蔡賴之間的不合 而且還持續正在鬥嘛 雙邊還沒有停下來嘛 而這個東西會不會隨著到520之後就結束 不會 我跟各位早晃說不會 為什麼 因為外話還在 驚嚇隨悅的事情 請問一下到底現在誰來主導 賴清德到現在為止沒有講過半句話 只有三點聲明 而且是很早很早很早 隆隆隆隆隆隆 太合夠 所以各位啊 這個東西還會持續鬥下去 等到520之後 還有得喬 好委員你怎麼看 台灣在電力供應方面 像一個台積電就大概佔台灣的總用電量 將近15%到18% 未來可能會超過20% 但用電量這麼高的話 台積電目前的用電成本 還比韓國的三星來的低 在這種狀況底下 所以這些半導體的用電大漲 這個是一個勢在必行 要不然都要全民買單 這個民進黨政府大概也負擔不了 那至於未來說 要把這個核能電廠都關掉 核能電廠幾乎就是最便宜的電 所以漲幅會更大 那所謂缺電的影響會更多 不過有趣的是民進黨不承認缺電 他承認停電嘛 不承認缺電 這也是很奇怪的邏輯 就像說香菸是超買 並不是走私一樣的道理 那民進黨的這個官員 這個賴清德的布局 會影響到了他未來四年的施政 自我順利 蔡英文在用這個財經觀點 我也給他不客氣講 根本就胡亂用人 王美花有什麼資格當經濟部長 實在看不懂 那這個財政部長存財稅的而已 對其他的比較複雜的 這個整個財政金融狀況 他也不懂 幸好就中央營養總裁 用人還算專業 如果說他老是用人為親 那如果賴清德也承取這樣子的話 第一個親是什麼 一定要跟賴清德很親的 像跟蔡英文那麼親的 那對不起你用人換人就會縮小 第二個你要用說你新潮流很親的 或者民進黨很親的 那你會更慘 因為平常講民進黨圈子裡面 過格當財經首長的人真的不多 像蔡英文換了好幾個財政部長 你知道他是誰嗎 沒有人知道啊 不像國民黨以前用財政部長 經濟部長一定都很慎重 這個人真的有很高的績效 在企業界整個社會風評很好的 而且確實有能力的 那現在不是啊 民進黨就是把財經部會的首長 就當作一個百樣的人形立牌 又不太好看 那賴清德不曉得能不能記取這個教訓 賴清德如果不能記取這個教訓的話 他的內閣一定會走得坑坑坑坑 那台灣的經濟也會走得越來越困難 除了那個自動啟動 自動飛航的台積電以外 什麼利基電一股才二十幾塊 蔡英文還叫他叫印度去投資 然後那個聯電整天搞黑熊學院 老闆 前老闆搞黑熊學院 他一股才六七十塊而已 對不對 所以不要以為說台積 整個台灣的半導體真的非防騰打 因為我只有一個台積電 那問題是台積電的巔峰到了沒有 我們要趕快找新的產業來替代 這個也是經濟部長的責任 那看樣子 台灣的經濟部長一個不如一個 賴清德你要仔細想一想 五七報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來了 謝謝大家 是你們的訂閱數 加持了我們 讓我們在4月6號中午過後破百萬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點到11點 他在播的時候 我要盯著直播人數升還是跌 一覺醒來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來點閱 一段時間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最後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報新聞 君相還有優秀的 五七報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加分 加分加分 加分加分 去大街 去大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